我是在后宫中默默无闻的小太监 与童年进宫的清源相互一味取暖 我知道他利用我 看清我 一心直想往上爬 却仍旧以死换来了他的得偿所愿 我以为他会心满意图 余生安稳 谁知他却站在万千浮华的顶端 哭着问我 长生 我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换回你 宝子们 准备好小板凳 水果 瓜子 精彩后续来了 我是一个太监 却甜不知耻地勾引了当今皇帝的宠妃 他是皇帝的求而不得 进宫多年都未曾给过皇帝一个笑脸 可是皇帝乐意捧他 多年来追逐在他的身后 乐此不疲 我告诉皇帝 娘娘说奴才是他的心之所愿 只有看到奴才的这张脸 他才能够展颜欢笑 皇帝大怒 派人将我的脸皮活生生包下来 强迫那位娘娘当场吃下去 他还让人将我的身体剁成肉酱 吩咐御膳房 把我夹在那位娘娘的一月三餐里 他说既然这么喜欢 就干脆吃进肚子里 以后都别分开了 我眼睁睁看着刀尖刺破我的脸颊 切断经脉 最后被人连皮带血肉地撕扯下来 在这撕心裂肺的痛楚中 我晕过去无数次 随即又被更尖锐的疼痛唤醒 只是我的身体越痛 脑子反而愈加清醒 我知道自己不后悔这样做 哪怕是死 我也要成全清源 我也真的死了 不过或许是上天可怜我对清源的一片痴心 没有当场将我的魂魄收走 而是让我继续陪伴在清源身边 我看见他知道那位娘娘失宠以后 当场就松了一口气 我也看见他在我死的那一天 盛装打扮 被喝醉了酒的皇帝拉上龙床 至此 他得尝所愿 不仅除去了一个劲敌 还从出身威贱的宫女一跃成为了贵人 他被皇帝赐助永祥宫 身边跟了一串伺候他的名 恭喜原贵人 贺喜原贵人 清源眼中得一只色意闪而过 像模像样地抬起手 都起来吧 长生 看上 室内舒然一片寂静 为首的宫女疑惑地抬起头 贵人 长生是谁 清源仿佛想起了什么 收回手 微微紧握成全 没什么 是本贵人以前养的一条狗吧 我自嘲地笑了笑 是啊 在清源眼中 我一直是他的狗 他需要我做什么 我便去做什么 哪怕明知道前面是刀山火海 我也跳得毫不犹豫 今夜 依旧是清源士气 我看见他沐浴更衣 娇美的脸庞上含羞带气 我一直都知道 清源生的好看 他笑起来美 不笑也美 哭泣的时候美 害羞的时候更美 所以 在他说如果不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他愿意嫁给我这个太监时 我打从心底里就没有相信过 他眼里的野心太过明显 就算我心思在单纯 也不至于不能发现 我知道他接近我只为利用 却还是一门心思地陷了进去 我喜欢他对我笑 哪怕我明知道那笑里脆了毒 我也还是喜欢 很快 皇帝来了 他欣喜地迎了上去 皇帝却对他毫无怜惜之情 纯粹只是发泄欲望 清源咬着牙 默默忍受 最后 皇帝一脚将他踹下了床 滚下去 清源从床上翻滚到了地上 额头还好似撞到什么 可是没有人理会他 他只能自己爬起来 低着头退了下去 我知道他心里的落寞 在他是宫女的时候 他艰难求生 遭人践踏 现在他成了贵人 却还是活得如此卑微 尚未这一句话 便可以轻易决定他的去留和生死 清源回到房间 屈膝坐在床上 长生 我听见他在喊我 默默地飘了过去 在以前 他每次难过了便会来找我 而我也会想尽办法哄他开心 哪怕我地位威贱 能做的并不多 我也会将自己的全部都给他 只是现在我成了鬼 已经无力在为他做些什么 清源或许也知道 并不期盼着能听到我的回应 他双目无神地注视着前方 梁九 似乎是想通了什么 不过是一个太监罢了 死便死了 哪里值得我耗费心神 他走到镜子面前 小心地为自己上药 又恢复了好心情 清源就是清源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难过太久 那晚过后 他打定主意要好好争宠 不管是什么奇迹营巧 还是吹拉弹唱 他都一门心思地去学 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 皇帝将留寝的机会 大部分都给了他 他的身份也逐渐水涨船高 从元贵人身为了元妃 我看见他满头朱翠 锦衣华福 和从前判若两人 而昔日那位被我陷害的宠妃娘娘 则是行销鼓励 再也不负往日荣光 他们在公道上相遇 清源嗜笑一声 以为自己不吃不喝 皇上就会心疼你吗 天真 你这样的争宠手段 皇上早就看你了 我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宠爱 现在这样就很好 清源阴阳怪气地笑了 并不相信他说的话 那你成天装什么可怜 但凡是进了宫的女人 有哪个不想要皇上宠爱的 这话你偏偏自己倒也罢 想骗本宫 只怕是太过拙恋了 清源说了几句 不想与他再做纠缠 可就在他与那位娘娘擦肩而过之时 被那位娘娘的一句话给郑主 我知道 那个太监是女的人 清源的目光慌乱了一瞬 还不等他分辨 对方再次开口了 你不用紧张 如果是我想要的 我很满意 不得不说 你找对了人 他有一张和他很像的脸 只可惜 他最后被我吃了 清源瞳孔一阵 不可置信地转过脸 对上那位娘娘的视线 那位娘娘苦笑 很意外吗 你让他去的时候 没有料想到他的结局 清源大概是想到过的 不过他只是想到我会死 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惨死 当日 他跪在我面前 双目通红 长生 你就帮我这一次吧 最后一次 算我求你了 我又何尝不知道 他的计划是让我去送死 皇帝不会放过我 这一点我们两人都很清楚 可我还是去了 为了清源的前程 更重要的是 我舍不得他哭 我知道 我只能给他一时的开心 而能让他长久开心的 只有手中的权利 清源咬着牙 从喉间蹦出了几个字 本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玉飞如果是发了一证 还是早点寻太医看看吧 他不乏匆匆 落荒而逃 当晚 清源便做了噩梦 我看见他双手不停地 在空中挥舞着 嘴里还在恐惧的喃喃 长生 你别来找我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会给你烧纸的 我站在他的床前 自觉地离远了一些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我就在这里 但是我从未想过伤害他 我为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不求回报 也无需他为我做什么 娘娘 首夜的宫女听见他的声音 带着胆子将他唤醒 清源这才从恐惧中脱身 他惊魂未定地捂着胸口 随后凌厉的视线朝宫女看了过去 你都听到了什么 那宫女连忙跪下 奴婢什么都没听见 娘娘方才说了什么吗 清源满意地收回目光 放下了锦璇着的心 你叫什么名字 回娘娘的话 奴婢出路 清源看他灵力 便把他留在了身边 事后 清源找了个隐蔽的地方 哆哆嗦嗦地为我烧纸 长生 你在地下好好安息吧 你放心 等本宫以后有能力了 本宫会让人在寺庙里 为你点上长明灯 还会找人为你送经超度 你为本宫做下的一切 本宫不会忘记的 这时 一阵清笑声传来 原妹妹要为谁超度啊 不妨说出来 让姐姐和皇上也听听 清源惊恶地抬起头 看到了皇帝和他的死对头 承飞的脸 承飞捂着嘴 笑叶如花 皇上 您听听看呀 臣妾就说玉姐姐是冤枉的吧 原妹妹一个小小的宫女 要不是趁着您为玉姐姐 伤心失落而醉酒 哪里有这等非常之头的机会 她用心险恶 倒是可怜了玉姐姐 无辜地遭受了那些个苦楚 皇帝铁青着脸 将清源打入了冷宫 从天堂到地狱 只需要她的一句话 我没有想到我和清源的关系 会被人给翻出来 她以这个作为把柄 将清源打入泥桶 这也就意味着 清源曾经辛苦谋算的一切 瞬间化为了泡泥 不过想想我又觉得很合理 在这座痴人的后宫中 从来就没有秘密 清源在冷宫里的生活 比她做宫女的时候还要不如 尤其是承飞特意交代了下去 不许给她好吃好喝 还让人尽情地羞辱她 清源在前朝没有好的家世作为支撑 后宫里大家又多嫌弃她的宫女出身 没有人会与她做真心的好姐妹 她得宠的时候 尚赶着来巴结的人很多 一旦出了事 不被人踩上一脚就算是好的 又怎么会有人帮她 我看见她被人扇耳光 被人扎手指 就连想要一口馊饭都得苦苦哀求 我很心疼她的境遇 也曾经试图恐吓那些欺负她的人 可是没有用 大家看不见我 也摸不着我 我自然不能对那些人造成任何伤害 每当看见被折磨得伤痕累累的清源 我只能去祈求上天 希望能来一个人可以帮帮她 无论是谁 哪怕是一条狗 一只猫 可是我没能喊来帮她的人 反而喊来了成废 她狠狠地碾压着清源的手指 听她在自己脚下发出凄惨的叫声 笑得十分快意 你一个卑贱的宫女 还想跟本宫挺起平坐 也不好好照照镜子 看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你不是能唱会跳吗 不是会用这只手 这张脸讨皇上欢欣吗 那本宫就将这些通通废了 看你还能拿出什么本事翻盘 她使了个眼色 一个磨磨会议地拔下头上的发差 抵上清源的脸 清源害怕地直往后躲 可是她的手被承飞踩住了 就算想躲 也躲不到哪里去 清源嘴里发出绝望的哭喊 朝着承飞求饶道 不要 承飞娘娘 求您不要这样 您想要怎么对我都行 就是不要毁我的脸 我求您了 磨磨一把捧住清源的头发 让她被迫扬起头 再次将发差靠近她的脸颊 我在一旁急得团团转 这张脸是清源最后的一张 如果脸毁了 清源再也没有得宠的机会 她肯定就不想活了 我牺牲自己的性命 可不是想让她下来陪我 助手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玉妃带着人来了 她就吓了清源 承飞看见她这样 只觉得十分可笑 往日里倒是看不出来 玉姐姐还是个圣母 这丫头害你至此 你却敢来救她 玉妃还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也不在意承飞说了什么 这是本宫的事情 就不劳成妹妹操心了 因为我与清源私下来往的事情暴露 皇帝自觉冤枉了玉妃 出于补偿心理作祟 她对玉妃比起之前更加殷勤 有这一层关系在 承飞是惹不起现在的玉妃的 只能气怒地带着人离开 以后 你便跟在本宫身边伺候吧 玉妃看也没有看地上的清源一眼 甩袖离开了冷宫 当晚 皇帝来玉妃宫中用饭 玉妃特意把清源叫到跟前 伺候 皇帝一见到她 脸色就不太对了 是谁把她放出来的 是臣妾 皇帝不可思议地看着玉妃 你可知道她 臣妾知道 皇帝不说话了 看玉妃的眼神逐渐变了 玉妃却还嫌皇帝不够生气 又补了一刀 清源之前做下的那些事 是本宫默许的 臣妾这样说 皇上可听明白了皇帝明白了 饭也吃不下了 还一怒之下将饭桌给先了 她冲玉妃怒吼道 你就这么不喜欢朕 不愿意给朕半分好脸色吗 不同于她的愤怒 玉妃十分平静 这个问题 臣妾以为在自己入宫的第一天 皇上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皇帝走了 玉妃再次失宠 我看出了玉妃的用意 她真的是一点也不代价皇帝 将清源放在身边 皇帝不会再来 她也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亲戚 而清源跟着她 即便比不上她当元妃的时候 也总好过 被人欺负 在荣华富贵里惊险地走过一遭 我发现清源渐渐泄了争宠的心思 难得的安分守起 玉妃失宠后 境遇即便不算太好 但是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挑衅 或者是博待她 毕竟皇帝殷勤不定的 保不准哪一天又对玉妃起了兴致 我也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好 清源又恢复了宫女的身份 她不会吸引过多的注意力 也不会有人暗害 她可以安稳地度过余生 直到有一天 玉妃将清源换到近前 本宫即将不久于人世 或许 你该另谋出路了 清源震惊地瞪大眼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有那么意外吗 你多多少少也应该知道一些 本宫厌食 这段日子 本宫都是靠着将食物硬塞下去 才勉强苟活到了现在 只是这样吃了吐 吐了吃 本宫实在是太痛苦了 清源漠然失声 许久以后 她才艰难地问道 娘娘厌食是因为 剩下的话 她没有问出来 我却是想到了 因为玉妃被皇帝硬逼着吃了我 我又和她的心上人长了 像 她从此便是日日煎熬 清源从前以为她故意绝食 想要引起皇帝的注意 也不过是因为这一层原文 娘娘 对不起 清源并非无心之人 玉妃对她的相救之恩 即便有着自己的私心在 清源也成了她的情 跟在玉妃身边的这些日子 她也是尽心尽力地伺候着 玉妃摇摇头 你该说对不起的人 不是本宫 本宫知道 这宫中的富贵浮华 容易让人迷了心窍 你不甘心只当一个宫女 这并没有错 近来这些年 本宫也看够了这宫中的人情冷漫 当知任何人都不可惜 表面上阿谀奉承 说尽了好听的话 背地里头你一刀 巴不得你下十八层地狱的 离比皆是 清源沉默了下来 娘娘说得对 只是并非所有人都不可惜 玉妃笑了是啊 当初跟在你身后的那个小太监 她便是可惜之人 只是在这里 容不得干净纯粹的人活下去 清源 有些决定做了便是做了 没有可以回头的余 地 但愿 你将来不会后悔 玉妃奄奄一息 即将凋零 临死之前 她要求见皇帝 皇帝以为她终于服软 急忙就赶过来了 玉妃却以莲目相隔 不愿见她最后一面 她说皇上 臣妾是将死之人 容貌丑陋 不敢经了圣家 在死前 臣妾唯有一心愿 希望皇上能帮臣妾达成 皇帝眼眶泛红 终究没有跨过去 你说 臣妾在这宫中了无牵挂 唯有清源还尚且与臣妾投缘 臣妾希望在臣妾走后 皇上能善待清源 可以吗 我和清源都始料不及 没想到玉妃这么善良 在死之前 还要为清源扑路 皇帝眼含悲痛 都到了这个时候 自然是玉妃说什么 她都答应 玉妃目的达成 也不愿再与她多费唇舌 借口让清源为自己更衣 赶皇帝离开 清源跪在她脚下 气不成声 奴婢多谢娘娘 之前种种 是奴婢糊涂 玉妃挑起了她的下巴 也打断了她后面的话 清源 记得本宫与你说过什么吗 在这宫中 任何人都不可信 这任何人里面 自然也包括本宫 清源压抑地看着她 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我自然也不懂 玉妃明明就是在帮清源 可她为什么说 不要信她呢 不懂我们摸清玉妃的意图 她便死了 死后 她飘到了我的身边 嘖嘖出声 你还真是对这丫头痴心一片呢 小太监 我的目光紧盯着她 试探性地问娘娘方才 是在帮清源 她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 笑得颤抖不已 哈哈 本宫帮她 她害得本宫事不下宴 沦落至此 你居然觉得本宫会帮她 我不说话了 是我愚钝 看不清许多事情 冷宫里她遭受到的一切 都是本宫受益的 包括承飞 对她做的那些事情 人死了有什么趣味 活着才是折磨 本宫恨你 恨她 恨皇帝 本宫会笑着看你们所有人痛苦 这是你们 欠本宫的我想要追过去问 玉妃却大笑着飘远了 她不像我 在这里还有牵挂 于她而言 最要紧的是赶紧投胎去下仪式 而目睹了她的癫狂 我则是更加担心清源的静女 玉妃不是好人 可是清源还不知道 我也没有办法告诉她 接下来的事情 似乎和玉妃说的有些不一样 皇帝恢复了清源的位分 她依旧是玉妃 她牢牢记住玉妃的话 善待清源 清源的日子又恢复到了最好的时候 我在为清源高兴的同时 心里也埋下了一些隐忧 玉妃在死前肯定是下了一举棋 可到底是什么棋 我不知道 清源是宫女的时候 我觉得她会过得安稳 清源是玉妃的时候 我觉得她有了皇帝坐靠山 也达成了一直以来的愿望 对我来说 反正怎样都是好 渐渐的 我发现清源不再信任任何人 她身边的宫女太监换了一波又一波 所有的话 她都是憋在心里 不对任何人说起 在外面 她永远是谨言慎行 每说一句话都要自自斟酌 到了晚上 她也不敢睡得太熟 常常因为一点声音就惊醒 醒来之后 她也在睡不着了 便找出纸笔在桌上写字 她说自己不敢熟睡 怕自己说梦话 怕被人听见 以后成了扳倒她的把柄 她说她靠着玉妃才恢复了好日子 一旦她再次跌下云端 没有下一个玉妃会这么帮她们 清源 你不知道 就连玉妃也不是真的在帮你 她和后宫里那些女人一样 同样用心显问 在这座宫墙之内 哪里有真正的好人呢 清源自然听不见我的心声 还在纸上速速地写着 她说 她不想再过勾心斗角的日子 从冷宫里出来的那一刻 她就不想了 她想肆意快乐地活着 她想出宫 还有 她想我了 写到这一句的时候 有水珠接连落到了纸上 我连忙朝她的脸上看去 是清源在无声地落泪 她紧紧捂住嘴 连哭出声都不敢 生怕被人听见 是啊 在这座后宫中 她连哭和笑都没有自由 随便一个表情 一个动作 都会被有心人解读成无数种意思 成为刺伤她的利刃 她在皇帝跟前得宠 就是无数人的眼中钉 肉中刺 在这一刻 我恍然间明白了玉妃的用意 她要帮清源当上妃子 她要清源继续和那帮女人争斗 她要清源永远提心吊胆地活着 清源将心里话写出来以后 当场就烧掉了 她似乎爱上了这种排解方式 总是一边写 一边烧 在写到我的时候 她还会哭 只是哭过痛过了 她还要强打起精神 应对周围的铭枪案件 我心疼她这么累 却也只能默默陪伴 还是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 不久之后 清源的宫中新进了一个太监 这本来也是个寻常事 不同的是 这个太监和我很像 一样的目光清澈 一样的笑容腼腆 清源看着她 目光逐渐变得迷茫 似乎是陷入了回忆 娘娘 直到清源身边的大宫女轻声提醒 她才回过神 你叫什么名字 点击左下角链接看全文